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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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手指活动开了 真正老师赶快教我们怎么做吧 第一步我们先来做球场 准备一张绿色的卡纸 在上面画出球场的界线 这是中线 中圈 球门线 脚球线 好的 不知道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喜不喜欢踢足球或者看足球啊 老师刚才做的是一个球场 球场呢 它中间有一条线是中线 把这个球场一分为二 在球场中间呢 还有一个中圈弧 那么在禁区呢 还分别有两个这个长方形的方框 分为大禁区 还有小禁区 当然了禁区 为什么叫禁区呢 为什么呢 禁止在里边犯规的区域 在禁区里犯规是要罚点球的 当然了在四个球场的四角呢 还有四个 角球是吧 对 所以说呢 球场上的这些这个画的线呢 都是有它明确的意义的 小朋友呢 可以多多地了解一下哦 为了让它更美观 我们用双面胶在球场上 把这些线贴出来 接下来我们来做球门 准备一张长方形的纸条 在上面画出网状线 画好之后就是这样的 我们把两头往里折一下 把球门固定在球场上 请双面胶来帮忙 同样的方法 我们在这个位置也要做一个球门 当当当 我们的球场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做球场上的运动员 那说到这个足球比赛啊 我想问一问 那我们的彤彤小朋友 知不知道正规的国际足球赛事 每个队要上多少名运动员呢 有啥哥 有啥哥 哇 好棒啊 美女护肤掌 每个 没错 当然了 在国际上也有 比如像室内的五人制啊 包括七人制的比赛也有 但是我们看到的 世界杯 欧洲杯 亚洲杯 等等这样的正规赛事呢 每个队有11名主力队员上场 我们要举行一场国际友谊比赛 邀请了不同肤色的运动员 今天我做的是黄皮肤的运动员 准备一张黄色的卡纸 在上面画出这样的形状 并用剪刀把它剪下来 剪好之后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们把它卷在一起 用透明胶带帮它固定一下 在这个步骤的时候 我们看到老师啊 用这个直卷筒来做球员的身体 那球员的腿和脚呢 其实啊就是用我们的手指来代替的 把手伸进去 然后在这个纸上走来走去 我觉得这个方法还是很巧妙的 更加生动了啊 当然了这个直卷筒呢 我们可以选择各种颜色 为什么 因为世界有很多这个人种嘛 有色人种嘛 不同肤色的人种 对 有白的 有黄的 白种人 黄种人 还有黑色皮肤的朋友 包括棕颜色皮肤的啊 对 小朋友都可以尝试着来做一做 这样运动员的外形就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可以给他画上 自己喜欢的样子 头发 眼睛 鼻子 嘴巴 再画上帅气的运动服 画好之后就是这样的 我还给他写上了数字 我们把它套在手上试一试吧 运动员做好了 我还给他准备了一个足球 把它放在球场的中间 我们来一场比赛吧 用同样的方法 我还多做了几个运动员 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我都做好了 你们的呢 我们也做好了 来看一看啊 我和红某国合作完成的一个作品 我们的球场还比较大 这个队员是来自非洲的 卡麦龙 非洲熊师 您的这个是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呀 我觉得有点像土著 反正我们这是一个国际性的战士 来 准备好了吗 开球 开球了 好 弹了 假动作 走 晃过 头发都掉 说起来 果然还是非洲的力 非洲的这个身体还是好 我们来看一看小朋友做得怎么样 好 开始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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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做事了 哎呀 天哪 来为自己鼓掌 彤彤 不好意思 还有点不好意思了啊 这个作品非常的好 对啊 但是之前小朋友有时间的话 可以和你们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小伙伴 一定要在家玩一玩这样的游戏啊 我想大家一定对这个作品都很感兴趣 我们大家都学会了 不知道我们的好朋友木木有没有学会呢 哇 木木也学会了 让我们再来做一遍吧 第一步 在印卡纸上画出球场的界线 用双面胶装饰 第二步 用纸条做球门 第三步 把剪好的印卡纸卷起来 做球员并进行装饰 这样就可以玩了 大家好 这是我做的八号运动员 她的头发是红色的 帅不帅呀 大家好 这是我做的六号运动员 她是一个小女生 漂亮吧 大家好 这是我做的十一号运动员 她的头发酷不酷 好 我们大家都学会了 那今天真的需要谢谢我们的真真老师 谢谢 好 让我们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 一起说 十指拇指碰碰 十指中指定笼 做法简单简简 我的手指好灵活 小朋友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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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